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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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在這個全球經濟大環境不佳的情況之下 大陸即時的召開這個三中全會 奠定這個未來經濟發展的這個重要的政策跟規劃 我覺得這個在這個時刻是非常有意義的 那這一份的決定內容裡面最重要就是兩點 第一個就是全面深化改革 第二個就是這個推動這個中國式的現代化 台商非常重視了兩點 第一個就是要全面推動這個法制化的建設 然後第二個重要發展就是對外開放 我想大陸自從改革開放以來 然後變為全球這個經濟發展的一個動能 所以總體而言這個三中全會 不但是規劃了大陸自己的經濟發展方向 同時也會讓周遭這些經濟體 也會有經濟的發展的方向 來看一下 我們一起進行的 環境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大家可以進行的